同期T1年度總冠軍金杯 台北永鋒雲爆這一季勢如破竹 但其實這支隊伍也才成軍第一年 沒想到這麼快就打下江山 然後從湖北剛好 然後到整合 到萬場地 然後找人畢業戰機也不好 所以這一年度我們很重要 覺得這支隊伍滿球隊球團 所有人的肯定 因為今天來就真的很累 哽夜談起心酸血淚 雲爆執行黨張建偉 2021年成立籃球隊 從對第二季就大破大力 找來前NBA巨星魔獸霍華德加盟 人氣而票房起初有突破性的成長 但戰機卻不如預期 導致球迷世系更低迷 張建偉也決定 何具有55年歷史的台皮球團合作 去如純金變稱台皮永鋒雲爆 雲爆跟台皮合作期間 就是敲定哪幾個球員 會加入雲爆的陣容 然後洋將的挑選 到一路來塔身式的加入 本土洋將結合得宜 透過籃球精靈言心書的橋手 讓隊伍提升到另一個層級 雲爆連兩季找來NBA球星助拳 只是這次不會再重蹈覆測 出現有業績無戰機的窘境 除了表弟加盟外 球隊還找來超強得分王克羅馬 擔任洋將第二箭頭 球隊再也不是空有大咖球星 外殼的空城 而是具有豐富人才的羅馬競技場 去除英雄主義 雲爆全員皆兵打出超乎預期的 化學反應 在充滿經濟的路上 客下冠軍烙印 但展望新賽季球隊也面臨 一大難題 新球隊第一年就問頂T1直籃 本土球星蔣玉安合約也即將到期 下個賽季勢必會掀起搶人大戰 雲爆能否保有冠軍核心陣容 也是接下來兩個月制服組的首謠任務 進行由陳昱惟陳昱惟 常常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